对 今天我们来看一场高水平的切磋实战 这场比赛诱惑麒麟王赛迎战云南高手王飞龙 王赛在此前曾获得昆仑爵 丹万等多条赛事的金腰带和李景亮 张立鹏 牛小强并称为国内综合格斗界的四大天王 王赛打法火棒 因为擂台上敢打敢拼的风格 也为王赛赢得了火麒麟的美意 在转战抖音武林后 王赛以接连击败过多位挑战者 甚至死神方便面对王赛的校正都选择了退让 网络上公开挑衅本人 并叫嚣昆明回法 等待我的回应 我接了 双方事先不允许网络上炒作 不扩散 不发笑 不拉成本等剧情 一切问题 内台上解决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王飞龙正是这样的高手 资料显示 王飞龙曾获得全国散打的前三名 王飞龙称得上是 王赛转战抖音武林后 遇到过的最强对手 下面就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看看火麒麟和飞龙 谁的实力更强 今天我们来看一场高水平的切拓 这场比赛由王赛对电王飞龙 蓝色拳套王赛 黑色拳套王飞龙 王赛的绰号叫火麒麟 今天他的对手叫王飞龙 这场比赛由火麒麟对电这个水龙 飞龙是一个重炮手 还是个反架 看下王赛怎么打他 两人带着分子拳套 这场比赛还是打综合格斗规则 王飞龙目前在担任 云南某一拳馆的教练 所以身材上有点发福了 中山掃踢 但王赛身材保持的还可以 王赛想断头台 王飞龙也是三打出身 拿到过全国三打的前三名 向来转型综合格斗 他的体型比王赛要大一点 王赛变腿没有摔倒 这场比赛对王赛来说 应该说还算一个挑战 因为王飞龙也是国内一线 而且占据体型优势 看王赛怎么打他 这场比赛两人不存在剧本和演戏 是真打的 各拼实力 王赛顶西 这场比赛是王赛专程从北京 飞到这个云南 应该来说 赛前还是抱着必胜的信念 王赛前赛 前赛有大周 这应该说比之前王赛的任何一场切磋水平都要高 因为王赛也在任命对待这场比赛 前板 就找到了当年打的那种 圆龙的感觉 一个走机 王赛正在想抱头 接着到目前王飞龙还没有发挥出自己这个云南总教链的实力 抵扬 王赛前百个大周 王赛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强 后发直线化 能预判这个王飞龙的进攻 王赛低勺 这场比赛因为对手体性比较大 中勺 所以王赛也 后置前百有大中 王赛也并没有主动选择抱摄 也能和对手打散力 其实就第一回合上半局来看 王赛确实还是有实力 这个水平比现在很多年轻运动员都要强 看有个梯档 王赛龙可是大了一圈都不止 后置前百 王赛 王赛填射 王赛龙这个低勺也很重 两人赛前应该是签得有免责协议 所以下手也都没有留情 后手 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凶险的 王赛龙低勺 王赛龙第一回合的下半局开始发力了 重拳重腿啊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王赛低勺 王赛龙 王赛 尽管目前退役啦 但那他的状态保持得还不错了 等等 不管是体能还是这个 记得身材各方面 王菲隆现在体能和状态都有点下滑 所以第二回合 对他来说有点麻烦了 王赛后手打了一个冰击 走击 两个人确实是真打的 这也是王赛自转战抖音50水平最高的一场比赛 大飞龙现在在恢复体能 王赛长断头台 主机 马上一个带摔 这场比赛王菲隆出场费有两个W 不过这两万可不好拿 重新回到刚刚的把位 主机 快过年了哈 每公都有可能打开 王赛调轴白轴 好 王菲隆一个憋腿碎到了王赛 看王菲隆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 反败为送 毕竟打战力他没占到便宜 看在地面能不能反杀王赛 deb 毕竟他还有这个体型优势 转车控 转车控 王赛抓住机会反压对手 就按照王赛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和状态 现役的二线运动员应该是打不过王赛的 王赛走机 哇直接这个血都流出来了 王辉龙还本人带入云南 一家拳馆的总教练 刚往赛翔时故 这场比赛过后对王辉龙应该是有所影响的